大家好 我是林哲偉 一个读中文系的花艺师 那我目前在台北经营华电 主要以居家和商业空间的花艺布置 婚礼花艺布置 还有各类的花艺创作为主要营业项目 那近年也跨足到艺术创作和展览规划的领域 那在进入花艺领域的十余年的岁月中 其实我有时候会发现到一些蛮有趣的现象 比方说大家一走进花店 实际上第一句话都是说 你们店里的花好香啊 但实际上当天店里根本没有会散发任何香气的花朵 可是很有趣的事情是 人们常常会不约而同地说出同样的一句话 我觉得这件事情相当的有趣 因为嗅觉在人类的感官之中是相当独特的存在 这个感官在感受的是一些与过往经验 记忆甚至与情绪相关 而且非常难以捉摸的物质 而植物正是我们人类在成为人类之前 就已经认识的存在 植物的分方气味 其实深深的升值在我们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之中 我想那些走进店里的客人所闻到的 可能不是真的花香 而是潜意识里那个向往自然的气味 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是 在疫情期间 其实虽然婚礼等活动花艺的需求减少 可是不管是居家官业职务或居家花艺 甚至线上的花艺课程的需求 不减反征 甚至来到我从事花艺工作十几年来 最热络的情况 这不禁让我想到那些 因为精神困扰而求助于 现在心理学之父佛罗伊德门下那些人们 他们在后诊间所看到的 不会是那些写满专业知识的书籍 而是从后诊间外的花园里 所采摘而来的新鲜的花朵 我想在这么样子的一个动荡的时空里 我们格外需要从这些 根植于我们心中的美好事物 去寻求力量与慰藉 我自己也其实有很多被职务所慰藉的经验 在大学刚毕业 约莫是比再错各位 年纪在稍长一点的这个时候 那时候的我历经了将近半年的求职的困境 我深深的知道自己想要找一份 能够让我投注热情 发挥创作力的工作 但是那工作具体而言是什么样子 我却一点都摸不着头绪 当心情很烦躁的时候 我总是会骑着车上山到郊外 待坐在自然里面看看花看看树 或者是到花室里面去买一小把 像手中大家拿到的这个非洲菊 摆在家中的花瓶里面 然后看着这些鲜艳而明亮的花朵 心里好像也涌现出了许多力量 有一天我就这样子看着这些花 突然想着说 我在心情低落的时候 会这么自然的去亲近这些花草植物 会不会其实我去花店上面好像也不错 于是投了一间知名花店的履历之后 就踏上花衣植物一路到了今天 但是如果要细究我真正踏上花衣植物的缘由 我想和我自己的外婆有非常大的关系 在离山耕种果园的外婆 除了栽种水果之外 其实也相当擅长种植花草 她在山上种了很多玫瑰啊 绣球啊 或者是两公尺高像是电线杆一样的薯葵花 那小时候在山上度过寒暑假的我 其实没有其他的玩伴 这些在不同季节里面所盛开的花朵 其实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但是小时候我其实并没有帮着外婆 一起去整理这些花草植物 反而是常常加她辛辛苦苦 挥寒种出来的这些花草 冬折一朵 稀采一朵的 然后水手扎成一束装在宝特瓶里面 然后放在以前那种很大台的电视机旁边 那外婆每每看见了其实她都没有责怪我 反而是会很开心的跟我说 很漂亮 哪这么厚啦 然后我觉得现在过了这么多年回乡起来 那个装在宝特瓶里面的那一束花 或许就是我花艺之路的原点 自从成为花艺师之后 每逢过年回乡 我总是会插一盆花 从台北开车小心翼翼的护送为外婆家 外婆特别喜欢那种粉色桃色大朵很明艳的花 尤其是那种在菜市场门口常常看见那种粉红色的百合 是她的最爱 一开始我总是会嫌百合好像有点俗艳 所以反而会选择一些比较少见的进口花送给她 那外婆看见的其实都是很开心的 可是我后来逐渐发现她 那些对她而言最熟悉最亲切的花朵 才是最令她开怀的 前两年外婆过世 我从台北花市千里迢迢的载了满车 她最爱的粉色百合回到外婆家 当所有的亲戚家人聚在屋外念经折莲花的时候 我独自一人在后院插花献给外婆 那是我的经文 每一朵花都是我对她轻轻念诵的经文 在插花的过程里面 回想起与外婆相处的点点滴滴 我想起她会站在屋外指着一盆又一盆 开得如巴掌大的桃红色玫瑰跟我说 她种的花一年开得比一年更好了 我想起她为了与林家的果园画界线 而沿着果园边界所栽栋下的金针花 每到秋天会沿着山开出一条橙红色的花枝小径 我想起她像刀刻出来的深深掌纹里面 总是卡着一些怎么样也洗不去的深棕色的土壤 小时候的我还因此嫌她脏不可跟她牵手 我一边插着粉色的百合 我一边看着自己拿着花枝的双手 每一根指头缝里都沾染 浸透了花枝上的绿色黏液 绿色的指尖和外婆深棕色的掌纹 我看外婆仿佛透过花 透过植物 跨越时空 在爱与记忆中牵起了手 粉色的百合 那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代表思念 那是我用来表达单纯希望对方 能够一直开心的心情 我想每一个从事花艺或是任何以创造为业的人 我们都是不断的挖掘内心 咀嚼情感 细细体会生活的各种矿位 并且慎重珍惜每一个来到身边缘分 并从中找寻到美 真实和意义的人 而我也非常有幸在这趟与花朵同行的旅程之中 不断有抱持相似信念的伙伴加入同行 然而在过去的两年之中 除了历经外婆的离世 在工作上我也面临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这场至今人为止息的大意最严重的时候 所有签约的花艺工作全都延期或是取消 收入归零强达半年之久 每天睁开眼睛都在想 要怎么样才能够应付那个日渐庞大的电租跟薪资 每天睁开眼睛都在想 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照顾好那些 从零开始手把手一手带一起的团队伙伴 这些和我一起共事短则两三年 藏着十年的团队伙伴 我们一起在全台湾各地南征北陶 甚至出国从事花艺教学或者是布置工作 对我而言他们早已不是员工 而是我除了家人之外最亲密的战友 我说我怎么都不可能在这样子的紧要关头 将他们抛下 然而咬着牙 我把坚持的不裁员撑到了疫情趋缓 花艺案件开始回容之际 整个团队却因为金钱和名气的诱惑 丧失的初衷离开了花点 我这短短的两个月之内 失去了这曾经一起并肩作战的团队 在那个轻狂不接的时刻里面 我必须要一个人肩负起所有经营管理设计 乃至于执行所有的工作 有一天午夜 我独自一个人站在一片狼急的工作台前 手拿着一把向日葵就这样呆呆 站了不知道多久 等到回过神来 才发现自己早就已经泪流满面 而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何而哭泣 那把向日葵要做成的花束 是定花人要庆贺朋友新居若成的贺礼 而我却在这样子 泪水之中感伤之中 憤怒不解埋怨的情绪里面 草草的完成了这束花 便匆匆回家休息 但是我辗转反侧了整夜 隔天一早我到公司把整束花拆掉重做 我没有办法将在这样子负面情绪下完成的花束 送到客人的手中 我将花材一一取下 和其他刚进货的新鲜花朵一起排列整齐 在工作台前 在冬天偶然露脸的阳光里 我开始着手整理这些花朵 整理花材是一连串繁复而琐碎的步骤 去除产业 去除花金上的尖刺 去除多余的花苞 在这个不断将不需要的事物去除的过程里 在自己眼中最美的样貌 在自己眼中最美的样貌 在这个整理花材的过程里 在这个不断将不再适合彼此的人事物去除的过程里 在这些灿烂的花朵里 在这个寂寥却又无比清爽的心情里 我的心渐渐安静下来 我想在追寻美真实和意义的路途上 会有许多的诱惑 然我始终坚信只要怀抱的初心 必定能够再次吸引到抱此相似信念的伙伴加入同行 在那之后将近一年的现在 我所重新建构的团队已经逐渐上了轨道能够堵当一面 我不敢说 那时候的混乱和感伤已经完全止息了 但是我很肯定的是 那天我所整理的那把向日葵 那把黄灿灿的向日葵 肯定改变了些什么 花朵给了我慰藉 在生命给予各种转折的时刻 在迷惘不知未来方向的时刻 在自爱的亲人离去的时刻 在熟悉的世界一夕之间崩塌的时刻 生命可能还会出现许多出乎意料的转折 就好像没有人能预料到台下的你们 在还没有直面世界之前 就开始面对失去 失去相聚的时光 失去表现自己的机会 甚至可能失去 对未来自在想象的从容 取而代之的是 游戏规则大幅改变的世界 我觉得这非常的吓人 我自己的时常感觉到惶恐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独特的时代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之中 其实几乎没有任何事件 是我们居住在地球上的人们 在同一时间所共同一起面对的 但我们却共同有我们这样的体验 如果要说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体验之中 学习到什么的话 我想或许就是在这样子 不断别离的时代里面 我们更要慎重的学会道别 在我每日与花朵一起工作的日常里 我时常会看着手中的非洲菊 百合 向日葵 我会感动于他们 在不同环境中生长出 独特样貌的这个坚韧 我会感动于他们如此认真的盛开的 能面对所有能够盛开的日子 感动于他们如此坦然的 在盛开之后掉落花瓣 花开花落是自然的循环 缘分也是 我想花朵的启发在于其实无需遗憾 因为每一次的失去 都是循环的一部分 慎重的道别 我们就能够慎重的 开启下一个循环 而意识到循环是永不止息的 我们就是慰藉的开始 如果能够将这些相遇的美好 记在心中 或许我们就能够更坦然的 去迎接下一次缘分的盛开 非洲菊 是我在人生迷惘的时候 在人生转折的时候 重新将我组装起来的花朵 我希望在座各位能够将这些花朵举起来 真的举起来 把这些花朵举起来 这些 我希望这些花朵能够 像带给我当初那样子的力量的同时 也能够带给你们类似的力量 这是我和植物所给予大家的祝福 我不敢说植物能够抚慰在座所有的人 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心境和状态 但这也没有关系 或许能够找到一件能够让你挖掘内心 咀嚼情感 细细体会生活的各种矿位 并且慎重珍惜每一份来到身边缘分的人事物 对我而言 那就是花朵所带来的慰藉 我是林哲伟 一个读中文系的华医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